第一点后面 带动草山温泉与之岸上 这个是不是改成风潮 对比较正面的 不要用负面的字 第二点 那个欧式岸山沿石墙 事实上我们去看的 这个洋艺上很多这种石墙 不一定是欧式 我们其实很多木造的石墙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好像看起来不像这是欧式的 没那么强烈 然后最后一行 于硬立于主构 方便君圣典养 我建议因为这个 这个有点太结构的专业了 可以把它做一些比较通俗的 就在造型上 造型上胜为典养 这样就可以了 造型上胜为典养 这样以上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张文的这个文字的修正 要登录里面 刚刚讲了三点 三点都修正一下 风潮 好 还有 对 造型上胜为典养 那个张文件可以吗 可以 马上修好了 可以了 好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谢谢 这个军委员这边在发言一下 因为刚刚你提到那个修复战略用计划 我们想确认一下 那后续如果真的有这个计划要做的话 那全责上 理论上应该是哪个单位要去负责做的东西 管理 管理单位跟所有权单位都有责任 所以我说写商嘛 好 写商 那问题是我军方写这个东西会有困难 因为我基本上我已经没有军事用途了 那我军方就是做贷款 写这个东西未必 军事用途只是其中历史调查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 是要委外 这个计划一定是委托专家学者来写 只是委托的问题 那如果需要的话 同仁会辅导 那个是撰写的段位 哦 那 这个后面再写商 那是不是应该 因为跟这个会议就无关了 今天是价值生产 好 了解 好 谢谢丁贝菊 刚刚有提到就是后续有关 哪个一件吧 来 请 主席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后续因为从结果论 最终还是会回到市府 那对军方而言 其实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 那他目的 未来的目的 其实跟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那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建议 其实还是由 市府财政局这边直接介入 或我们换取协助 然后后续修布局再利用调查这个部分 我们就由市府来主导 直接就做了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好 来 这个案子听过两次了 我个人第一次是不赞成的 因为主要那个地方已经是个废墟了 已经是个废墟了 你即使将来再来进行管理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但第二次在去的时候 因为市府认为这是市府的原因 有这个地点他也能生命中好 尤其这个第一条 我们想对大水中疗 杨楼和李老师站 李老师是李派的 然后我印象李老师第一次也没有参考 第二次大家讨论以后才勉强同意 勉强同意就是说 这个八角楼就是包围管的部分 其他部分呢 尤其在过去日式建筑 它已经有了这个结构体 但是在军方接管之后 它把外观完全改成一个中国事物的样子 那他在过去在委托这个在经营的时候 他又把这些屋顶上 他拆弯了 拆弯又变成一个空空淡淡的架子 那我是觉得 我比较赞同这个刚刚张委员的意见 就是你现在要冤方去接管 冤方有没有再利用的这个义务 他也不会去管 他只能说被动的 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了 那我觉得这个军方他也没办法做 那我想是不是 还是我们文化的单位 或者财政局单位 能够多担待一些 既然他交给我们 那个房子才不才是 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你叫他说他迷跑再利用 再利用是价格的事物的问题 你不是跟他毫无关系 以上个人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薛委员 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好 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 当然今天开始审议 我们都会 各位我手上都有这个审议的这个单子 同意登录 或者不同意登录 我们等一下会收回来 现在请各位把这个审查的这个 审查意见表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审议开始 一般面我们每一个案子都会有这个同意或不同意的一个意见 就是不会产生像刚刚一开始我提到所谓的已经自通过的问题 那第二个当然我们将来审议的时候 比较有一些必须要回避的 我们也会来提出来 就是有一些案子如果有直接相关要回避的话 那委员的部分呢 回避之后 那我们在计算上面就会分组分组都扣掉 那我们来看你们能达到上席者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 具体的来做这方面的改善 主席 这个投票吧 是 是 现在给我们投的票 票上面写的是杨明山招待所 可是我们的标的是八角律师 所以票跟标的不符 所以这个投票是有点怪怪的 全部比较有讲义的 所以很多细节 细节都要回头精神 细节都要回头精神 杨明山招待所 那就表示全部了 对 所以我们只同意八角律师 所以只能投八角律师 杨明山招待所八角律师 要加进去 还要帮我们就每个委员自己在后面加这四个字 委员自己加十可以接受的 好 这次是杨明山招待所八角律师 对 就是我们今天要审议的这个案子的 所以就是大家在比如说细节 细节有可能要请大家要再紧致一下 没有作用再紧致一下 谢谢刘伟的意见很好 谢谢 谢谢 妈妈就是那个 看有一个文字 给他名称招待所八角 对 连起哪个字也可以拿掉 对 对 对 这名称 这名称 这名称如果要名称的话 可能要多考虑一下 因为他基本上 他的招待所是年轻以后才有招待所 他以前就叫巴驴 年轻还是两次吧 他原来就叫做巴驴网 但是律师就叫巴驴网 连起以后还有连起招待所 连起招待所 他们真正的标记不是在他讲的名称 而是在旁边整个这个 建筑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名称 我也没有具体建议 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弄清楚 直接电脑上赶过来 把老师帮忙修正一下 所以还是要加连起是不是 连起 连起跟招待所是同一组的 如果要拿掉就都拿掉 如果要就都拿掉 老师意思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理由是 我们看刚刚登陆的课堂 登陆的理由是以巴驴网的 就是巴驴网的 巴驴网 巴驴网 它那个玉石 还有了安山石的岩石 这些都在讲这个巴驴网 这个巴驴网是巴驴网 巴驴网 巴驴网 根本跟连起 巴驴网 巴驴网 对 那现在名称 如果是 杨明山招待所巴驴网 巴驴网 这个名称可以买 特务建议委员用连起 招待所的中间 其实我们是针对巴驴网 因为那个其实是 连起招待是整个范围 是针对范围 这个范围中的巴驴网 这个是指定为今天的文化资产 登陆委律师建筑 那我们把这个范围跟它的标的 全部都把它按理 好 连起杨明山招待所 然后前面就是 巴驴网 巴驴网 其实现在是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 当初新建的时候 巴驴网 把它放进来当做主角 就是原巴驴网 巴驴网 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個 如果是連勤招待所八角浴室的話 我覺得就是如同剛剛薛老師的意見一樣 跟我們的登陸體球其實就看不到連勤 這個這樣子 就作為一個選擇 其實我們那時候調查是這樣 它是一個八角樓 然後那個浴室是另外的 它是一個組合 就是一個樓 它有通風 然後那個安山岩的浴室是attached那個樓 所以這樣講八角浴室的時候 其實這個樓就是很正確 它這個樓是通風的 然後再有一個浴室 全部的浴室 再去看裡面的那些要 沒錯 好 各位看這個名稱 尤其是有實際序域在這面線刊的 應該更了解 這個名稱可以嗎 八角浴室去掉 八角浴室去掉 對 好 跟主席報告 它應該是先連勤陽山招待所 然後再去看一次 確認裡面有哪些要留 將來可以改裡面的主體的部分 因為我看它第四點 留的面積其實是 連勤陽明山所有的部分 老師 以後再去確認主體 先留那個名字 然後後面刮 因為其實你今天只要確認有價值 可以再去看主體 你要留的東西 好 來 請 我也建議 我想這個案子是不是要懷疑 我們把它確定搞清楚 確定搞清楚 因為它原來一個 三十句實習八旅館的一個大人王 它有了一個譯詞 本人的譯詞是公共譯詞 大家一起下去報告 你要信以後 它把它隔成小錢人 這個改動過 然後它的登記第一號呢 它又都外面那個年輕 居留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是 這個案子並不擠得今天要決定 我想管理 我們把這事情搞清楚 然後把名稱 再請委員他來確認一下 好的確認一點 再提案 好 剛才薛委的建議 各位委員有沒有 什麼其他的意見 他有多久 我們還是 你說 那跟主席報告一下 當時我們是去看的是 年輕姚明山招待所 原來八旅館的那個範圍 可是委員到了現場 還發現1924年 八旅館的原貌 已經在後來 這個1970年的時候 被美麗華飯店整個都改掉了 所以說是現在只剩斷原殘壁 只剩下八角浴室 似乎還有保存價值 所以說是 這一次的保留的浴室建築的名稱 才會變成說是 原來陽明山 這個年輕招待所 八旅館的八角浴室 作為衣食建築 所以說是 現在老師說後面的 所以應該是 不需要再去從 看說哪子都要來 老師說後面的那個浴池 有一部分也要進去 所以要再去看 所以剛剛老師建議再去看 因為我剛剛問同仁 他到六月二十一號 所以還有時間去看 所以你們請 好 來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我們就順著按照剛才薛委的這個意見 今天這個案子就晚譯 那麼再進行一次會堪 然後再提這個大會來審查 好 謝謝 我們這個 這一張就請你收回來 這張請你收回來 我們本案就管理 好 好 接下來進行審議案第二案 請報告 審議二二案由大安區 紀南路三段十八號 彭湖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持法 歷史七十八條 既既指定及序執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序執審查紀錄辦法案 本案介入座落於大安區 環山段三小段四島八地號 介入文字成龍的建築 土地及建物皆為私有 本案系王剛宏建築研究及保存水會 於107年6月12日向本局提報 考量洪武以為業務建築 本局歲平之權 依文字法第十七十八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式 並於107年7月11日 邀及文字委員 交開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列明 初步認定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專案小組意見 後續將提送審議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 請委員參考書面資料的附件三 其他補充資料 當日會看照片 請委員參考附件四 所有權人意見 請參考附件五 無話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想附件六 因為今日所有權人 亦有提供書面意見 請委員參考手邊的補充資料 本案地形地極圖 本案基地行照圖 建築現況照片 為宏盧的外觀 玄關的入口處及天井 樓地間以及王大龍先生層 居住過的四樓內部 院門的部分已有做一些崩洞 所謂宏盧的頂樓 武漢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考書面資料 令所有權人並無保存意願 價值分析 1.107年7月11日 現場勘查 委員初步認定住 武漢資產保存價值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本案為私人所有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本局將依武漢財保存法規定 提供相關的協助與基督導 登戶範圍影響評估 後續建物本體 躺設及說顧過在意用事項 須依文資法規定 提供相關計畫書 至本局審查 建物所在皆或過鄰近基地 有相關的政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並且符合文資法施行性 則第22條範圍者 須依文資法第3案制法規定 提供相關計畫書 至本局審查 禮拜 以 chord 鼻 Value 各位 請同意均戶 大安區鴻爐委居 民稱宏爐 種類宅地 未知或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濟南路 三段18號 歷史興建築其實 隨Text土地範圍是聖面積及 د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底南路3段18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164、165、166、167建號 建物面積總面積為651.48平方公尺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488D號 251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旅遊及其法令依據 一、本建物約建於1964年為四層樓制集合住宅 新建築師黃彩虹所設計 黃彩虹先生曾居住於四樓 建物正立面為石墻 入口以天井進入 所有知識開窗間位於側面及後面 疑似於外界區區格 設有月門、主樓梯與屋頂圍牆分離 具設計的特色 本建築為現代主義之構造手法 各建築元素簡單明確 是台灣現代建築的重要案例 三、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被指審查及此頒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環登陸之準 本案提行本審議會審議 必定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謝謝宣讀 那麼本案有相關的 覺得利害關係的人在談 是不是來有三位要表達意見的 是吧 好 那個林宜貞 林宜貞 請把握時間 謝謝 我是四樓的授權代表人 他們都授權給我一起做 我們有一份聲明書 我先唸一下 身為鴻爐的所有權人 再次深重聲明 今日對於鴻爐的相關決議 必須以符合鴻爐所有權人意見 為主要依歸 否則任何妨礙所有權人權益的決議 將公開披露在各大媒體接受各界的評論 如果應要鴻爐所有權人接受危害自身利益的決議 我們是將抗爭到底 就像臺灣的前途應該由臺灣全體居民共同決定 絕對無法接受外力左右 他人的意見頂多列為參考而無權決定 統領鴻爐的任何決議 應有所有權人共同決定 外界無權介入 文化資產法及其粗糙簡陋 最多適用於公家資產 對於私人資產在毫無配套措施之下 小老百姓畢生心血 沒有被任何承諾 事項隨不抗爭到底 當初王建築師的設計 目前在鴻爐中 幾乎沒有一個是保留完整的 同期其他建築類似的設計 也有一些為何只有鴻爐需要保存 而且年久失修 外表髒亂 實在有礙世容 家父去年底已過世 數十年前 王建築師親手將房屋賣給家父 請問王建築師生前有交代要如此決議嗎 但是家父的必生心血 身為子女必將善加保護 絕不隨意退讓 請不要讓王建築師身後被冠上 搶奪私人財產 假公益自民圖 私人利益 雅賊 文化流氓等等的負面形象 這應該不是敦厚的王建築師生前所樂見的 身為王建築師後代或學生或擁護者 謹慎師 另外我還要不充說您的 因為在六十年初的時候 我就住在裡面 那是我的娘家一直到現在 當初是完全沒有被任何改變 就是王建築師他當初設計的樣式 經過幾十年以後 為了居住的安全或是方便 裡面的隔間還有很多設計 通通都被改變了 那 甚至現在一樓是一個知名的餐廳 它四面的外牆全部被打掉 最外面的那個一面 那個也被打了一個門 因為本來是共同用中庭的鐵門進入 但是為了樓上住戶的安全 所以他們另外開了一個門 那 其實上面的 就是樓房的 我們的為了有些光線 就像這樣說一樣 但是我不要只能把聖體 要給他 在